欢迎回到美都新闻 中国传统中医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 为其复兴和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7月16日印尼华总会和纳兰陀大学携手江西中医药大学 共同举办了中国健康国际研讨会 此次研讨会探讨了中国传统中医药领域的技术发展 江西中医药大学无时多年来的创新旨在为人类创造福祉 通过中医智慧与现代技术的结合 即使用传统草药和方法治疗疾病 现已开始深入大学的研究领域 据悉本次研讨会邀请了多位来自中国健康领域的专家 并对各种中医传统疗法进行讲解 如埃救疗法 通过其产生的热量刺激人体特定穴位 以帮助增加全身能量流动 从而治疗身体疼痛 关节炎 头痛 癌症 消化系统等问题 首先我们将来做使用了治疗病 治疗病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TV X10 sekarang Chici6こんにちは Pakusa C stencil 乖 �hein 啟